欧盟执委会在去年提出的 《下世代欧盟复苏基金计划》 目标在金融市场筹得7500亿欧元 该计划成为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以来 最大规模的欧洲经济振兴计划 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 发行的首批债券已经成功募集200亿欧元 欧盟复苏计划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各国必须分别将一定比例的复苏基金 用于生态和数位转型 范德赖恩近期开始在各会员国巡回 亲自审核各国申请 期待会员国振兴经济之余 也有足够的绿能发展和数位化建设 法国将继西班牙 意大利之后通过审核 法国总理马克宏称这项计划 展现了欧洲的团结一致 欧盟27个会员国内 目前已经有24国提出复苏基金申请 有多个国家会在本周通过核准 申请金额前三名分别为意大利的1915亿 西班牙的1400亿 以及法国的400亿 基金将以部分贷款部分补助的方式 分其发给会员国 庄社综合报道